2019年,袁磊磊大師為你指點迷津 開運袁磊磊 大家好,又到開運袁磊磊的時間 很二三不整 對,很恐怖 我隔壁那個人 什麼事? 不是,我覺得他們很合適,真是天合地合 不要了 Christy,你問了 我說你的呼功位,很難 怎麼算 以前有些人算命這樣 我一定要幫你找個老公 你做人老婆才正常 拍拖慢慢才可以結婚 你不要大肚子才結婚 那些人以前是這樣的 吃湯丸,結婚 裡面就不要放餡 那些女士說 怕女兒有餡 就沒面子 其實現在有些人不是的 有很多像你們這些八字 如果不是很正夫公位 很正子女位 其實你一定要有餡 才可以結婚 就這樣 明白嗎 如果你這樣算 循序漸進 你要拍拖 結婚 拍拖了解完結婚 然後才可以生孩子 我想你這個步伐 現在有競爭的社會 你就肯定成女到不成女 就是這樣 人家認識你第一天 第二天就上床 可能已經有了 這樣 這麼快? 那就可以結婚了? 不是,我試過有個女士 真的三天結婚了 她三天結婚了 三天真的買戒指求婚 有一個是這樣的 半年 她都看著 她肯定 已經生孩子了 她就找我看了三年風水 我說 你家裡的風水 桃花超勁位 就是在廁所 她家比較小 廁所和廚房中間 我說你一定要睡在那裡 怎麼睡 我包你睡半年 她就說怎麼睡 我說不行了 你死都要睡這裡 你睡了 我包你半年隔得出 你半年隔得出 你不用睡這裡 你再找一間樓給我看 因為她的屋不可以搬 有些公屋的居 那好吧 她睡半年 她立刻搞定了 她就說 我剛剛失戀了一個男朋友 我幫她打針放 她的男朋友七年了 不肯出去就走了 有個男同事 新來 其實她一年在我的房間 她說跟她很合 好像是兄弟一樣 很合玩 只當她是兄弟 男同事都說 約她不知道在哪裡玩 她說究竟是不是 她說不是 我說不是 好像你和阿祖祖 天合地合和 然後她就說 不是吧 她說不是 她說這個男同事 做一年了 簽約她就走回美國 我說不是 她不會走 這是你老公 你快點抓住她 你半年內 搞大自己的肚子 你就行了 她真的碰了 兒子都不知多可愛 還找我幫她改名 這樣就行了 有些是移民了 人家搞定了 半年上位 那你說 大師 你這樣教人 就不是很對 有些人不認數 那你當然是夾著八字 放好風水局 我包她認數 這樣 現在你就說 如果你這樣下 我說 循序佔眾 你這些女士 一下子就幫你打 打消你了 所以我說 你做人 扎甚麼好 抬上一分鐘 抬下十年功 還有你 依時而動 即是你究竟 喪事而行 究竟那個時勢 就做英雄 你那個時勢 今年是流行甚麼 你幾年會流行甚麼 你一定要除那個時勢去去 你才能吃到那個位 這三年我說了 那些怪的東西 乾媽 乾仔 可能乾媽會帶肚 你報紙都看過 就是乾仔和乾媽 有時女助手 老闆無情大肚 就結婚了 今年就流行這些 我不是說八八 又有 全部都很奇怪 那你有沒有老闆 你覺得他傾戀 其實今年就流行你們這個八字 這三年來 因為沒有火 就流行你們這些戀愛 那你究竟我怎樣可以上位 你做大師有個專業的守則 就是你問我 好像阿拉丁 我真的要向你那邊的方向出發 那我沒有 你不要這樣做 人家有女朋友 你不要這樣做 其實就不是你的八字 我又不是叫你搶人 因緣度的東西 因為世界是有競爭的 女朋友又如何 有很多東西 有三世 有兩世 一世 我不是教餵人 但你自己努力去做好自己 如果你這個八字 你又要說 有一個個案就是這樣 有個女士 她幾年前 她四十四歲 她問我一個問題 幾年前 她說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拍拖 我拍拖四年 那個男士最親密的動作是甚麼 你猜 拖手 不是 捨膽 請吃飯 不是 不是 她說 一個禮拜叫她幾次 一個禮拜約我三四次 四五次 她說 拖了她四年 有一天情人節 就問她 究竟我們有甚麼關係 那男士就跟她說 有進步的空間 那我就問 其實她本身是否已經有一個 沒有 那個男士 她就問我 你覺得我們最親密的關係是甚麼 那個女士說 四年來 想想 不知道 吃飯也很親密 打東西 不是 不是 她說 她說 這樣 這樣 最親密的關係 就是 有輛車來 她說試過一次 最親密 哎呀 過了 就等著她的衣服這樣 過了 好懷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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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樣 這麼有菌的嗎 我問她 為何要這樣定你走 是不是這樣好怪 那她的人就說 走啦 即叫她走 沒有可能的 是不是沒有可能 你四年都這樣 你第一天都走 那 以前我就說 不是 幾年 我說不是 你有老公的這兩年內 會生孩子 她又不相信 她又說 哎呀 我又做一個很普通的銷售 又沒錢 又住劏房 她說我覺得我嫁不出的 我打算我儲錢 怎麼知道 後來呢 別人介紹了個男士給她 四個月而已 大了一套結婚 那就不是那個 就不是那個 她已經不是那個 以前你可以說不是那個 但如果這個個案 她今年問我 我是不是真 這個 我爸爸這個是真 因為今年是怪的 如果我和你拍拖 那個 分分鐘會散 今年是這些怪愛情 你便會上位 所以 快點契了孩子 和生死契 你其實就要看看 你身邊哪個男士 和你八字甲 其實你應該要作出一個部署 你才會嫁給她 好像人們說 因緣天注定 是OK 這句是說得對 但有件事 現在互聯網興起 全世界和你欠這個因緣 你和她相互 是90 有人可能85年已經打下你 如果她能夠抓到天時地利日 是不是 立刻叫她回去公司 所有男士的八字 全部排出來 一定要公司 我真的告訴你 你隔離 如果坐隔離的男士都有 我試過一個個案的女士 她又拍了很多個都不行 我說不是 對呀 你在甲五年的時候 有一個男士的官星出了 我說你快點找回你 那年全部男士 全部出來和她吃飯 嫁了 因為有時候錯過了 有時候很有趣 因緣和桃花一起出 很多時候的人 好像你這樣 你這麼大水 其實因緣和桃花一起出 你有時候選錯一個 你就繞了很多圈 好像有一個女明星 四十多歲 然後嫁回去初年情人十七歲 其實初年情人 娶了老婆 生了三個女兒 然後搞了相機 然後再回頭 喜歡她 她就沒有跟她生過 那你就回頭找她 如果你十七歲 認識我圓圓圓 我就會跟她說 這個是你真命天子 你可以出去玩 不過先生了一個 然後你回頭 起碼也有個家庭 即是都是注定的 是不是 你變了 因為這個世界很多競爭 你不要以為 因緣真是天注定 因為有競爭 因為人們有互聯網多 你整條橋那麼多 那個人如果天時地利人和 他可能七十五打你九十 你明白我說什麼 好像一對夫妻那樣 哇 有些夫妻跟我交八字 我就說 你的姻緣是OK的 挺好的 天合地合好像你們這樣 他就以為自己好姻緣 我反硬了 但是有件事 他們都會離婚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 一對好姻緣 什麼叫好字 其實是要受考驗的 就好像唐三藏取西經 你想取西經 你一定會受很多考驗 你考驗不到 不過他的考驗 就可能難一點 考驗到他們 他們預計少些 吃過之後才發現 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如果那個人是一個好姻緣的 其實我也不覺得開心 因為你什麼叫好姻緣呢 其實你們是由八十分開始走 一對不好的姻緣 可能是四十分開始走 可能如果他們受得起考驗 他最後走到的路是一百分 可能好姻緣八十分 他們可能太平衡 沒有什麼受惹 他最後發覺可能不合適 還有有時三世很有趣 一二三世 有時第二世是打低了第三世 因為你三世的姻緣 好像一個果子那樣 你熟得過頭 真的太悶了 所以有些人到五十歲已經緣 緣分 所以他就要喜歡第二世那個 所以真的很難檢查 你一定看八字 會繼續看 所以我算都是靈魂的 所以你說誰是小三小四那些 下一世就坐正 或者她的姻緣是多少 你會說十分鐘後 不是的 真的很快 現在Krissy看完 她今年就行幾海 她老公位就真的出了 今年嗎 是啊 你快點穩定你公司的八字 她下一個月開始走土運 應該這兩個月就有姻緣了 是 幸好我沒有肚子 我沒有肚子 我告訴你 我又不發達 不是的 姻緣由今天起 今天八字都是吉日 你們有沒有看過我 我說開Live 今天吉吉 就是早早 就是早早不吉 不是 你找個慈慈的 我不用早早 我好痛 你吉我啊 九字 不是的 早早 八母搞定了 不用了 不用了 一個月之後她又中了 我怕八母不介意 不是的 我都很喜歡Kristy 不是的 笑起上來的樣子夠開心 不是的 是 恭喜她 你認識女朋友 最重要的樣子開心 Kristy真的不錯 不錯 如果誰有差不多的 那就可以追追她 是 如果你娶了Kristy 可能真的會發達 也可能會很窮 我相信她很窮 通常家窮 因為她很喜歡購物 購物狂 還不窮 是啊 所以大家 大家可以這樣 大家看姻緣 不要看那麼循序漸進 吃著個小就去 你明不明白 大家就有很多盛女 我真的最後再說一次 有個朋友做護士 精神科 他告訴我 很多排隊的 全部都是盛女 所以她就忠告她姐姐那些聖女 你嫁得好不好都不要緊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耶穌 亦都沒有聖母 最重要是自己有運高 有擁有的東西就可以了 遲些人會說 我的真因緣究竟怎麼找的呢 其實因緣不是單一一個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好嗎 今天就說了 拜拜 大家有什麼玄學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 袁禄陸大師知道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就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